三蒸三色的红枣 你们吃过吗 今天马姐把蒸红枣的 详细过程给大家分享一下 要三蒸三色 蒸出来的红枣糯糯糯的 我今天蒸的多 我这个红枣有5斤 就是2公斤半的红枣 这个至少要蒸到35分钟左右 把它之前洗干净 一定要洗干净再蒸 我这个太多了 中间你把它挖个窝窝 这样蒸出来就红枣 也不赏话 长巷子也不像样 也不可嗽 蒸蛋特别好吃 40分钟倒凉 哇塞 卖房子都是红枣的香味道 香香的甜甜的味道 看 这个越往糊涂它就越蒸越瘦 现在就把它摊添凉 好几天我们再二次蒸 把它涼到空风的地方 把窗子开开 我就红枣已经凉了一天一半上了 现在我们再把它倒上蒸第二次 看第二次就少一点了 一次就一次少 下次把它中间啊 挖个窟窿 等它起就可以上来嘛 我就多了它嘛 这一次啊 睡开几时 二十分钟就可以了 看 第二次蒸出来就和第一次又不一样了 看 软软的 我们现在再让它凉上一天吧 我们再蒸第三次 颜色变了吧 看 如果蒸的时候你们看的是不特别多 第三次再蒸完的话 就越来越少了 要是太阳红花 你是天早上开窗子那一种 一天就可以了 我上春山 愿你来见 我葬了一年 万千四年 今天运势 平常一天 诶老汉 这红枣干的啥子 蒸几三次了 蒸我们就装掉了 把这儿搞蒸嘛 嗯嗯嗯 把肥也盛上去 嗯 应该会我蒸啊 越蒸越好吃 越蒸越好吃 这是大根一双一双 一二双一双 颜色越来越深 看 如今今 现在这个 子子啊 特别紫了一下 再蒸一次更紫了更厚了 这这个挪掉 吃到自己的突然口感 中间挖个味 这样的生气均匀 不平凡 与你相约 一双一双 现在焊死了 第三次蒸二十分钟 第三次好了 这次一蒸就完美出头了 现在不蒸了 看 第三次的颜色就不一样了 还是就是把这个窗户开开 尊散你几方就可以了 两行几天我们就开始装米蜂蛋了 现在就可以吃 现在也弯弯的 这个吃的口感啊 就和你吃米色一样 你把关键的不足足道尾料 蒸到尾料 把时间凉凉凉 蒸出来就特别好 最后这一遍啊 你凉上一个晚上就系列 把它的水蒸气啊 凉干就系列 最后一遍蒸完 养完就养子 是这样子的 你看特别特别走 养成这样子就成功了 还能保存住 现在我们就装到蜜蜂蛋了 你看 特别好 把它装好以后啊 放到冰箱冷藏 多会儿上吃啊 你多会儿把它拿出来 找到你家盘盘里面 每天就尝起了 还好吃点 软软糯糯的 看金鸡的那种 这几包啊 我和我老看一花 三千就吃了 吃完再煮嘛 是吧 你们看我五斤菜 足备 增加的期待 特别特别好吃啊 这个就是成品 真的三次一样 一看就特别好吃吧